這砍蛋變掉了 我們今天還沒有一把三袍欸 老頭 老頭 稀有品種監管 欸 欸 阿咪 哇 幹勒 人家拔land 也沒交啥 唉 今天求婚者也是 在幹嘛 阿仙字也沒在修 唉 哇去 好 等一下 我來 我來 好 等一下 我來 算是 我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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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先制到現在 還是沒有設計 好可惡 OK 他搞定 在於兩台機子的中間啦 你看這樣子有才遛不動 我就問 這樣子有才遛不動 老頭我跟你們講 他這隻角色為什麼這麼超級無敵大弱勢 因為他如果沒有在 有辦法在閃現的時候就把人給帶掉的話 他根本幾乎抓不到人在一階的時候 二階的時候他就是一直用玩牆壁之後 玩到沒電了 他再開始去 用等閃現的時間 等到 他 閃現時間到了 再去追人 錘看看 錘到了才在閃現再補一刀 啊我就不懂到底是怎樣 就一直一直這樣子 啊這先知也是 他明明就一直都沒有在修 你至少總會去按電了吧 我看到還有藍色的按鈕 那你應該把你附近的按掉才對 啊按掉了你還是遛不動這個老頭 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好不好 到底為什麼有辦法可以這樣子 進板區啊 你們會不會進板區 板子會不會用 不會用 到底 板子叫什麼東西 你們玩到現在還不認識他是不是 你跟我搶電了這個 我幫你搶掉 這不懂為什麼要跑去死路啊 你們到底會不會用板啊 喂 板子認不認識 第一天玩第五人格啊 走啊 走啊 幹你到底要去哪裡 你為什麼這麼迷戀空地啊 就請問一下 右轉板子這裡三塊 我會這樣 右轉台前開 跳跳跳 可以啊 就傭兵一個正常而已 我就問老頭除了像這樣子傻眼的可以素材之外 正常對戰下來就是六爆塔 有什麼好素材我就問